美群退公主算出來了 曾經過幾天的隔離比賽 冠軍是來自台中 年紀就18歲盧佩雲 拿到了美群退公主這個名字 紀念來自台中 浙江省力隨時六位參賽美女 由紀念一位無防疫拿到了第三名 正體來說 今年所算出來美群退公主最準 真受到國際的困難 未來這幾年 因眾夫妻保理人卡白順的推廣行銷任務 經過粗算階段的考驗 進入最遭掘20位美群 電現警告穩健的台風 第一階段的驚愁 有個人演出某團體的表現 完全起因現場人數的難說 就是也可以多一些 多一點的裝扮 就是上面再放一些色濃心 那我是把它點在我的頭上 第二階段的在業表現 經考驗到每一位參賽者的 組合制法表現 有人現場設計的卡白順用具 多數是衣服的 或是歌唱來表現 每一位參賽者 都是無所進展 表現自己最好的一面 來正出某團體的勁動 每人退公主 第一名的是 7號 不行 館長認明前最好一級選擇 冠軍名單 來自台中市 今年只有18歲的盧珮雲 拓下美營退公主的補助 第二名是來自超頓頓的李玉庭 第三名是大陸這天 當年最期參賽美入國風雅 我非常開心 就 剛開始宣布這個 得獎組的時候 我很不敢自信自己是第一名 對 然後非常非常的 內心非常的激動 也非常的開心 那未來如果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 我一定會盡力 然後一定會全力的支持 南投縣的觀光採見 本來三線的美人退公主 典現的最遵循 相當受到國際的好平 對著未來協助退公行銷卡白順 竟是有很大的期待 保理目前卡白順賺最多 這個卡白順公主選擇 來推銷 我想這已經辦了第九屆了 我們將來再能夠繼續推廣 保安南投縣 福利鎮的小白順 能夠推到對岸的大陸 一定會更加賣力更加努力 我也相信我們第一名第二名 未來對我們的所有筍農 一定會有更大的幫忙 讓我們的小白順走上國際化 讓我們的農友收益越來越好 我們的卡白順的品質 跟我們的美人鐵公主的選擇 還要一年比一年更好 品質更好 而且更精彩 我們也希望透過活動 可以讓我們保理的特產 可以讓更多人來教育 台領參賽有六位美女 雖然只有一個人進入正三名 不過也將所得到的獎金 全所關乎兩憲黨 跟五人只有基金會 和這次勝會 有一個最完美的結束 這次王嘉賢 彩虹報道 拍攝 為已有幾個 迷你